记者蔡文居台南报道,台南市议长赖美会今天在市议会召开地方要发展,不是用抹黑泡谣打口水战。 记者会为明治意识听活话案,选择同为民进党的市议员赖美会员泡谣抹黑,要求赖会员还他公道,否则将与律师讨论,届时不惜提告,讨回清白。 议长赖美会表示,政治不是靠抹黑攻击手段来延续成就个人,明治意识听没有要被消灭,活话也并非他个人能决定。 他说,清创育成基地进驻明治意识听只是政党协商共识乐观其成立场表达,不是议案,本次临时会也没有此提案,因此赖议员只撤销反对清创育成基地进驻明治意识听议案,根本不存在。 是个假议题。 再者,赖会员议员吼口声声说要守护明治意识听,但他个人缺于102年第一届第六次定期大会上提案,将南市怀宝局办公室牵制明治意识听,以增加听设的使用效能,如此反复之言论,自相矛盾,拙视金飞。 类美会表示,他来自西北地区本身非常希望明治意识听继续其意识功能及听设使用,由合并后临时会接在明治中心召开可证。 再者,议长主持政党协商所得结论非他个人决策,他仅是以议长身份主持会议,纵合大家意见做成结论,这些都有会议记录可以查证。 因此,对于赖议员四处放话污蔑,指控他主导卖调,消灭明治。 一时听一时,已经被黎明义代表公共言论的分寸。 类美会说,从过去兰花生物科技园区到现在明治一时听活话一世,他长期以来一直忍受赖讳员在外不时造谣指控, 但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时言论却严重冲击伤害他的名誉,造成相亲误解。 心送不是好事,但为了个人清白,不惜提告,讨回清白。 类美会员则回应说,他并没有昧黑造谣,只是说出事实,包括蓝展迁一案,至有关一百零二年提案。 当时因市区议员强力质疑新营环保局办公室为维建,为让当局正式并且靠才提出明治议会部分工环保局使用。 如今明治市政中心仅存七百人办公,许多闲置空间及可让环保局使用。 无需使用议会,当初以提案方式让听设为建议题,议会使用偏非议题符上台面,为西北争取话语权。 类会员表示,针对创新育成基地,他多次重申感谢中央对西北资源匮乏的重视,也支持将一亿经费的基地放置在新营,但因在明治市政中心而非议会。 他表示,新营明治议事厅活化一案是政府经济发展局早于会前提供资料,详细叙述创新育成中心市充分利用明治议事厅,明确提出议事厅,审议事,休息室用途与各个楼层的完工集成,并非凭空捏造。 而创新中心案,他并不同意选址错误的案子以包裹方式表决,但自己一人实在无力回天。 感谢昨天的乡亲同仁站出来为自己的家园发声,经发局同意让步并从包裹市审查议案中抽案,留下议会。 赖会员说,议长是一场与民意的领头羊,西北的未来还判议长在议会中共同强力捍卫,在此以卑微姿态恳请议长与诸位议会同仁提取西北的失落与匮乏,将往后议会的定期大会一次以实至新营明治议事厅举行。